今天在志工早会 上人提到医护人员为守护医疗体系 不仅要做好万全的防护 避免感染疫情 也要努力发挥救人的良能 那份辛苦非外人所能体会 此道腹中幼儿园的孩子很贴心 用图画和手语为医护加油打气 无声的说法抚慰到医护人员的心灵 医生 护士 他们对自己的防护 看他们的穿戴 是密不透风 医齿之间 还要帮忙 如何把这穿的地方前后 那个地方都不能有个漏洞 我们无法去体会 医疗工作人员是多么辛苦 看到了小小的孩子 三五岁的孩子 他们很体贴 医生 叔叔 护士 阿姨 你们辛苦了 这都是表达出来 在外面的能体会到里面的 在那样的环境里的所受的苦 这都是我们大人们要向了孩子学习 那样存真 那样的智慧 同情 达理 我们下屋来的 我们下屋来的 时代的 我看你们下屋来的 感谢观看